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 哪怕打乒乓球也行 别打篮球 舒豪在美国从小到大就受到这样的待遇 她已经习惯了 人终究是要有梦想的 这个梦想可能遥不可及 但只要你为之努力 那就不丢人 林舒豪已经在NBA证明过自己 但她不甘心 虽然身体遭受了很多大伤 实力早已不复当年 但她还是希望留在NBA 所以她在今年休赛期 宣布不回CBA 而是继续除梦NBA 整个休赛期 林舒豪都在为重返NBA而努力 而根据Shames报道 他就要成功了 Shames表示 消息人士透露 自由球员林舒豪将签约勇士队 不过在正式签约前 他还需要得到来自CBA联赛的澄清性 之后 根据勇士记者Anthony Slater和NBA记者Mark的补充报道 舒豪将签下的是一份Exhibit时合同 他不会出现在勇士的15人大名单里 而是先跟随勇士 至联赛球队 盛克鲁兹勇士队征战 如果表现出色 未来完全有可能 再进入勇士的15人大名单 不过 舒豪说 他还没有做好决定 舒豪跟随勇士 至联赛球队征战 也就是说他这赛季 将不再回CBA了 而重返北京南篮 也会成为一具空话 上赛季 舒豪在北京队 打了39场常规赛 场均上场 32.6分钟 能得到22.3分 5.7篮板5.6 助攻1.8强断 命中率49.1% 说实话 舒豪其实挺适合北京南篮的 在接连遭受大伤后 他的爆发力和速度都下降了很多 而北京南篮并不是那种喜欢抓防守反击 打高回合率的球队 舒豪在这里 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节奏打球 双方球风其实非常契合 北京南篮这赛季状态并不好 球队迫切需要一个能组织能防守 能传球的小外援 吉布森虽然得分能力很强 但他在梳理球队和防守方面远不如舒豪 我看了十几年CBA和NBA 说实话 林舒豪是那种为数不多 能够放下架子 100%用心努力防守的小外援 别的不说 就他在比赛中 经常舍身堵强眼造对手 进攻犯规这一项 就值得国内球员学习 N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